- 欢迎来到阿特茶水间,我是夏阿鼎 - 我是阿诚,怎么了? - 没有 - 我是阿夏 - 好,OK - 没事,没事 - 怎么样,怎么样 - 今天要聊展览 - 好,OK - 但今天是去茶 - 好,对,我们今天要聊展览 - 但是没有针对哪一个展览 - 就是各种,我们从二月看到三月这么多展览的一个小小的心得 - 嗯 - 我们来聊一个最前面开始的,应该是龙旗空山记啦 - 对,然后我们也有请来这个策展人,辛旗跟郡中 - 昨天还有遇到他们耶 - 对,我们在看一波 - 我在一波现场有遇到 - 然后在那个绝对空间的开幕也有遇到 - 对 - 对 - 他们好,他们好会跑 - 对啊,很会跑 - 他们还去大兴耶 - 我有看到他的IG - 就看到他们各种历程 - 而且当天 - 那这样子的话 - 绝对应该是他们最后 - 那一天的算是后面的事情了吧 - 应该是 - 那他们看起来还是蛮有活力的 - 对啊 - 为什么可以这么有活力 - 空山记跟其他的跟光啊 - 灯有关的呃,展览 - 除了就龙旗以外 - 还有一个历年来台湾 - 不是台南地区一定会有的 - 就是在盐水的月经港灯会 - 对的 - 对,那新奇他一直强调说 - 它们不是灯节 - 灯节 - 对 - 对,它们是光节 - 对 - 对,那这个差异到底是什么呢 - 就是光节它是用光跟艺术来思考 - 它不是以一个我要做一个完整的造型 - 然后里面把灯放进去 - 让它发光就好 - 对对对 - 它是用光去变化 - 然后又跟环境结合 - 因为的确它很多作品都不是直接是 - 就是灯光为主体的啊 - 嗯 - 像是新奇他自己的作品就 - 就完全 - 它就是靠反 - 这样叫什么 - 荧光 - 对 - 那算是反光吧 - 显色吗 - 因为它是投那个蓝光是不是 - 就是那种有点类是紫外光之类的 - 然后它靠那个荧光的颜料 - 去把那个颜色就是反射出来 - 那个真的是要去现场才会去 - 没要共啊 - 对 - 对啊对啊 - 就很漂亮了 - 期待明年 - 突然变超台的 - 希望明年就是他们还会继续办 - 应该会啦 - 会吧 - 嗯嗯嗯 - 对然后再找他们上节目 - 结果他们其实心里在打算说 - 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 然后结果我们在一直在这边说 - 会啦会啦 - 会啦 - 真的很累呢 - 呃因为隆起算是一个社区啦 - 然后可是那个公园就是真的蛮大的 - 然后再反观到沿水这个月经港 - 它占地也是非常大 - 就是沿着那个河道 - 很大 - 对 - 然后它不是说只有在陆地上的作品 - 它很多都是在水面上的 - 你要克服那个 - 对 - 那个叫什么沉重问题吗 - 就是福利的问题 - 可不可以有就是我知道我们听众一定是沃湖长龙 - 可不可以有听众告诉我就是说到底要怎么让那些东西 - 就是正确做法是什么 - 福利对 - 这个那个水上福利我们真的是搞不懂 -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要想要去投那个盐水的 - 嗯 - 然后结果就是福利的问题 - 福利的问题 - 对我们勉强就是假装好像会 - 哈哈哈哈哈哈 - 对我们勉强 - 讲到点到为止 - 点到为止就好 - 我们假装会就好 - 粤金港灯会 - 它就是灯会的 - 而且它办蛮多戒的 - 已经超过十年了吧 - 灯节还灯会 - 灯会 - 嗯嗯 - 灯会 - 但也是一样就是 - 跟那种比如说高雄的灯节 - 还是 - 还是不一样吧 - 我觉得艺术介入更多欸 - 嗯嗯嗯 - 呃就不是那种 - 因为我 - 你不知道你们国小有没有比过花灯比赛 - 要用那个绿色的铁丝做骨架 - 然后可能要布织布啊或是什么 - 去剪然后还拿那什么那什么枪 - 热绒枪 - 热绒枪那边压压压压的好痛 - 然后又不好看 - 对啊 - 小时候自己觉得蛮厉害的啊 - 欸其实我小时候不算是有做过灯节的作品 - 因为我哥我姐都是那个美术班 - 然后他们都要赶工 - 就是留在学校赶工做那个灯笼 - 所以我都在旁边看 - 就蛮有趣的啦 - 对好 - 灯会的话 - 我是对 - 月经堂灯会的这个 - 那个设计的产物 - 有点感到疑惑 - 问号吗 - 对 - 是有一个穿着兔子装的大叔 - 我只能这样解释 - 那个兔子装呢 - 是一个黄色的兔子装 - 然后他头就有点像吉祥物那样 - 他头是有露出自己的脸 - 欸很好笑欸 - 他的脸是一个大叔样 - 今年是什么年啊 - 今年是虎年 - 虎年啊 - 对 - 但是一个兔子 - 也许是他们过去的一贯的符号吧 - 可能是兔子 - 因为越金刚嘛 - 可能越亮兔子越亮兔子 - 有这种连结 - 但是 - 今年是一个大叔 - 大叔 - 对我就 - 这应该是某个插画家吧 - 应该是吧 - 对 - 而且蛮有趣的是他的脸 - 应该是光线的关系 - 所以他脸看起来是蓝蓝的 - 呵呵呵呵 - 我很想右下角那个比爱心 - 没一张欸 - 呵呵 - 他还有那个七龙珠的那个 - 超好笑 - 只兔子的结合吗 - 哦哦哦哦 - 对 - 超好笑 - 对啊 - 就是有一个 - 有一种蛮奇特的 - 呃 - 怪美 - 对怪美 - 怪有趣怪可爱的 - 对 - 然后我是不知道 - 往美去那边拍照的心 - 的是怎么样 - 他们确定有想跟这个大叔拍照吗 - 不是刚刚五人有去哦 - 他是那个啊 - 来 - 开场 - 对对对 - 然后我去的时候遇到他们在彩排 - 然后那时候旁边就围绕了 - 一群人在那边 - 那天还下大雨 - 你呃 - 开幕那天哦 - 所以你是开幕那时候去 - 开幕前 - 大概一个小时到 - 哦 - 然后去那边看看看 - 然后就哦 - 那你不是气死 - 就是下雨 - 对 - 哈哈哈 - 然后人有很多 - 人是 - 还好 - 因为下雨就还好 - 哦 - 啊不会泥泪吗 - 会啊会啊 - 然后我姐还感冒 - 因为我站她一起去的 - 然后她感冒 - 然后就她就说她 - 因为她拿那个雨伞是洋伞性的那种 - 折叠的 - 然后就被吹爆了 - 哈哈哈哈 - 顺便讲一下啊 - 那个雨天是Shotting最讨厌的一个天气 - 哦对 - 我的行动力会变成零 - 因为打人家都很讨厌 - 我也很 - 没有Shotting本身它那个动作是一个很迅速很有效率 - 但是只要到了雨天 - 它就会消失 - 取消所有行程 - 哈哈哈哈 - 就只要出外的我都不行 - 有啊我们有 - 有时候就是录音 - 会说 - 下雨天就取消 - 哈哈哈 - 对Shotting会直接主动说 - 今天不取了 - 哈哈哈 - 录音啊 - 开会什么的 - 都会说下雨天取消这样 - 哈哈哈 - 真的很讨厌下雨天 - 因为很麻烦啊 - 对啊下雨天真的好麻烦 - 对啊 - 那个鞋子都湿掉 - 而且还要穿雨衣讨雨衣 - 对啊 - 然后你的车子又没地方放雨衣 - 对啊 - 对啊 - 我打档车 - 然后它如果雨天更难发 - 我在那边踩半天 - 踩半天踩不到 - 过了半小时踩在原地 - 然后也会生气 - 可能会生气 - 好啦 - 月金港灯会 - 你们有看到什么 - 觉得比较有趣的作品吗 - 欸其实我 - 我觉得那个 - 有一个是在桥上 - 就是它沿着桥 - 呃桥墩吗 - 那是叫桥墩吗 - 就是桥 - 桥的下面 - 然后做了一个黑色 - 有点像是月石的那种感觉 - 对对对对 - 我也喜欢那一个 - 对那还不错 - 可是我觉得它有点 - oreal - 对啊 - 是oreal欸 - 我觉得它可以再做更 - 我们不能这样讲人家 - 就是因为说不定我们也做不出来 - 不是 - 哦可是 - 我们建议 - 呃我们 - 我们希望它 - 啊我们不会做 - 可是我们会看啊 - 它的 - 呃在白天看的话是 - 它会有一半的圆形嘛 - 因为沿着那个桥的共性 - 有一个半圆形 - 嗯 - 那个半圆形是黑色的 - 但是它到晚上的时候会照光 - 那它的光不是从水面上打 - 那个黑色的圆形 - 它是从那个桥跟那个黑色的半圆的中间 - 有一个光的一道光 - 有一个gap - 对对对 - 所以它是夹 - 那个光是夹在桥跟半圆形之间 - 就是间接照明啦 - 对 - 这样子大家应该会了解 - 对对对 - 然后就有点像夹心饼干 - 所以才会说它很像oreal - 对对对 - 那晚上的话因为会有那个反光 - 它的水面会有倒影 - 它本来是白天只有半圆 - 当然白天也是看得到倒影 - 但是晚上会更明显 - 它就变成一整颗的圆形 - 对对对 - 重点就是一定要晚上看啦 - 对就是它那个实体半圆 - 加上倒影的半圆 - 就变成一整个圆 - 这样子的感觉 -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是互动的那个 - 就是这个搭碎飘的 - 对对对对 - 因为我在那边看别人玩 - 我就很想去玩 - 可是它在对面 - 就它可以这样子 - 用手这样子 - 然后它就这样 - 对对对 - 它就是火灯会 - 依照你投出去的那颗 虚拟的灯光的轨道 - 去做出反应 - 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是这个 - 就是呢 - 它是两片黑色的墙壁 - 嘿 - 然后靠的很近 - 然后内部有光条 - 但我觉得它 - 就是我自己觉得 有点可惜是他那个 因为他黑色的地方 已经是很纯粹的块面了 对不对 他里面的光条 如果不要是光条 我觉得会更好 就是一整面光墙会比较好 嗯嗯嗯 但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就是他 你在不同角度 你就是在 特定一个角度 你只能看到就是一点点 你就觉得说 那边有东西挡住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蛮黑的 然后路灯其实也不够亮 可以去照到那两面黑色的墙 嗯 所以你就会看到 好像有 也有点像是月食的感觉吧 就是日食的感觉 就中间有东西在亮 但是他被一个 很黑很黑的东西挡住 嗯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阿神的私心就是比较 越纯粹越好 越单纯 就是少啰嗦啦 我是简单说这样 哈哈哈哈 少被啰哩巴说的 哈哈哈哈 好 那接下来 也是一个灯会 普记店灯会 这你们有去过吗 这个没有 这没有耶 他在哪里 他在普记店 普记店是什么地方 在那个 那是什么路 明 他是庙吗 对啊对啊 他是庙 哦 对 他在 靠 非常靠近市区的地方 他也是南 台南的 台南的 台南在地 所以就 诶你们知道那个水仙宫吗 嗯 对水仙宫的对面 就是你去 你会去买那个菜包还是什么 诶 之前 那边有 之前你妈叫你去水仙宫买什么 买 那个村卷 哦村卷 还有挖柜 很有名 对 在他的对面 的巷子里面 有一个普记店 哦 那普记店灯会 他算是 呃越做越有规模 而且越来越成熟的一个灯会 我好像前年去过 然后再来就没有再去过了 那那个灯呢 其实在那个附近有一间叫古力艺术的 他是朋友开的 他是在卖那个植物 胎球的植物 哦 对你们可以去那边买购买你喜欢的植物 他就是用植物包成下面是一颗球状 你就不用用盆栽什么的 他就用线捆起来 你只要他硬的时候 摸起来硬硬的时候 你拿去浇水 让他有点软软的 就代表他有吸水进去 嗯 对 那在那个附近 那那个我刚刚说的古力艺术 他们也是有跟这个灯会 算是合作 因为像灯会他不是说哦 你要灯你就是好像去哪里拿就可以 你是要报名的 因为你这个灯是要缴回去给普吉店灯会 他帮你评选 就是有那个比赛 有没有得优选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有需要挂上去 所以他是需要一个回收的动作 嗯 他不是一个你拿回去画 画完就自己拿走的 对 他是一个需要有一个互动的 那你得奖之后他就被挂在上面 然后他是一个好几排灯 就是好几个灯是在一起的 他就不是零零散散的放一起 他就会非常壮观 虽然他的那个街道 我们台南街道都很窄嘛 但是他弄起来就非常有规模 他灯是什么颜色的 我记得是黄光 哦 嗯 然后是一整排过去的 所以你在走的时候 你就可以沿着那个灯 去走那个巷子 嗯 就可以看到附近的居民啊 或是房屋 都是蛮可爱的 然后也蛮温馨的 没去过 但之后有机会去看看 对 因为这些灯会 其实都在可能年底到年初 年前或是228之前这段时间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追踪一下 这一时间的活动会蛮多的 又搭配春节嘛 所以就算是一个走春的活动吧 对 就走走看看这样 对对 啊有些地方也会配合像市集 空餐既有啊 普吉店也会一些小摊饭 然后越境港灯会 就更不用说旁边都是摊饭 对啊 对对对 可以去吃 咦 盐水是 一面 一面 嗯 好 那洛杉丰艺术记啊 对 这个是 我们三个一起去的 是 一天下着大雨 对 磅礴大雨 我开 我们从 开车从台南下去 我们原本抱持着一个 哇 要去屏东 对 要去车程的一个 海边的心态 出发 出发 然后在路上 啪 然后什么都看不到 我就说 然后一边开车 我就说 这段路旁边原本应该是海 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在车上开会 整条路都在开会 嗯 但还好我们到那边的时候 雨就变小 对对对 然后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下雨 有出一点太阳 没错 太阳之子 下下 毕竟屏东不出太阳 太过分了吧 我记得那个礼拜 好像大家全台在下雨 对对对 好像北部的超远中 对 然后想说 哦 拍一个没有下雨的场景 会不会被骂之类 哈哈哈哈 好 洛杉丰艺术记 是我自己很想看 然后观望很久 它是第一届 对不对 对 应该是第一届 没错 因为之前没有遇过啦 嗯 之前是在 它那个地区 有一个叫 要看海美术馆的地方 过去看那个阿雷 对 如果做石油 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 没有做石油记 但是我们有聊的方式 对就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想说 哎那既然都在那边 那是不是有一些 它想要改变的地方 嗯 就到那边现场 真的蛮精彩的 蛮 蛮surprise的 对 就是 哇 不要说 就是 嗯 哎 哎 不要小看 这些是 怎么会这样 哎因为我们是已经 快要结束的时候 要去看啦 算是展览的尾端的时候 然后又是平日 对对对 然后就没有人 然后地上就是 因为是沙滩嘛 所以就是湿湿的 然后看起来也有点 嗯 稍嫌混乱 对 因为它又没有雨后天晴 对啊 啊风又大 风又大 然后很烦啊 这样飘小小细雨 对 然后作品 就是 是状况可能有点欠佳 因为太多因素了 下雨 狂风 或者是 不知道有没有被民众摧残 也是有可能 对啊 对啊 或是被狗狗咬 对 我在地上 因为它有一些作品是有那个就是那个玻璃子 然后大量的玻璃子 去制造它那个炫彩 那种 叮叮叮叮叮叮叮的那种感觉 嘿 然后 我就在 海岸线 哈哈哈 我在海岸线就找到了那些玻璃子掉下来 要被吹进海岭了各位同学 我们在海边做艺术还是不可以制造垃圾的 可能没有想过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在那个地方 对 然后还有那个风真的大到不可思 但都我们都是 就是有 仔细看都觉得说 哇 这个作品其实应该会是 就是它原样可能应该是很漂亮的 只是殊不知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主要应该就是风啦 他们地上埋了很多像是底座跟 呃电线什么的 对 他应该要在那个 沙子里面 不要被看到的 但是全部都露出来 就被风吹的 然后刚刚那个在海岸线 我捡到那个 我有捡起来拿去丢掉哟 哦哦哦 基因德 基因德 嗯 但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是蛮聪明的 像是它 要利用风嘛 毕竟它都是洛杉风的 所以我们要用风的特性来做作品 对 声音的 对对有一些声音的 我觉得那个可以 玩 但是 有点可惜 不知道是怎么样 可能被堵塞 那个 直笛没有 把那个口水吹出来 他还断掉了 对还有断掉 他会吹断 有些绑 有些破绽啊 就是比如说绑的那个 是用 哦他是用那个 他是用那个 树袋 这个 这个其实我蛮介意 哦哦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 他的那个 水管 因为他是用塑胶水管 是 然后他有捆那个 胶带 嗯 他想要把它捆成就是一个 肤色 对 还是什么颜色 但是我那个胶带就是被 风吹日晒雨淋 又在海边 他就全部都破掉 然后黏黏的 可能又有 沙子都黏在上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不太好 因为 可能也真的没想过 才短短 一两个月时间 他就可以被 破坏成这样吧 嗯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 不要小看 主要是太阳 又加上那边 那边的风 有几件比较聪明的 就是 比较笨重一点 所以他们就是不会被 诶 有一个3D列印的 对3D 还有那个 秀的 对对对 铁秀 哦就是整个你刚才用金属做 就是怎样 他都不可能会坏掉 对 除非就是 除非怎么样 呵呵 除非就是有人去破坏他 有人把他拿去回收 对啊 他顶多就是秀掉嘛 还能怎么样 对啊 你可能就是不要太那个 就是他支点不要太少 比如说什么超细的脚啊之类 然后被 秀掉 然后整个断掉 对对对对 女王头 女王头 对啊 女王头也知道 好几百年才会断啊 哦是哦 没有啦 他应该快断了 但是就是从小时候讲到现在 对啊对啊 然后 那边是 什么盛产 名产是绿豆酸 车产拿绿豆酸啊 对 然后那天我们 我们是没有去吃 因为没有开 我是没有开 对 然后我之后呢 在木木艺术的开幕 就是台南的木木艺术 我去参加开幕 他就是 呃有一个茶会吧 他的 餐点是绿豆酸 他是找那种摊车来 然后他是自称是 他的 好像是阿嬷还是外婆 就是阿嬷是在车车 对 哦 然后他自己跟他妈学 然后在 来台南发展 然后我就吃了一下 我不是说绿豆酸 他是一个怎样的 就是我自己是吃不习惯的 我也吃不习很懂啊 就是大家去 就是我每次去车程 然后大家就 因为我都会 在那边休息 那个庙那边休息 然后 因为大家知道去墾丁 中间就是会经过车程 那乘程那边就是 经过稍微休息一下 加个油 尿个尿 在那个庙 拜个拜 然后最近就全部都是绿豆酸 就是会在那边小吃一下绿豆酸 我每次我都觉得 阿不就是 刷饼 可是 刷饼不是很爱 刷饼 可是刷饼我可以自己选料吗 绿豆酸也可以自己选料啊 可以吗 可是反正他那次配给我就是固定的 哦 还是你不喜欢的是绿豆酸的那个 汤汁跟绿豆酸 有点格格这样子 对 有点鼻涕 那就是绿豆的人 哦 会不会是你不喜欢呢 有芋头就可以 把这一切都圆满的 我觉得芋头就 就是芋头就芋头 就不用 他不用加在绿豆酸 不用加入绿豆酸 就是如果绿豆酸有芋头的话 他就可以满分 就是我可以舍弃掉 就是我不喜欢的地方 那你接受芋头是咸的吗 可以啊 为什么 史加绿豆 诶 史加芋头 满分 哈哈 不行 哈哈哈哈 因为很多人就说 芋头如果变成 就是变成咸的话 就是那个 邪门歪道啊 会吗 所以火锅你会加芋头 他有附那个芋头的话 我会丢啊 我也是 那你会让他煮到不见 还是你会赶快捞起来吃 我会捞起来吃 对啊 我会珍惜 对 我会趁他就是软烂 都感觉捞起来 对啊对啊 因为我都不小心煮到不见啦 我是真的忘记他 还有南瓜也是会煮到不见 南瓜会 南瓜会 好反正就是那个绿豆酸 就是他 有一次就是我朋友说 好像在那个庙的 走出去一点 黄色招牌是最有名 最有名 最好吃的 然后我一吃 诶 一样啊 哈哈哈哈 哈哈有什么差吗 但是他们的汤圆是好吃的 可以这么说 哦 汤圆 汤圆是好吃 嗯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吃起来就像是 中央厨房出来的 就是大家都是 没有那么严重啦 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北部下来的 还是可以吃啊 你不要讲成这样 因为每家吃起来都一样啊 没有不一样 真的完全没有不一样 就是北部人下去 我觉得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体验看看 因为真的台北有绿豆酸吗 有吧 我 可能就比较少见 我没有看到 对 比较少 比较少 但北部的北藤粿真的 不好吃 来蘸 好吃啊 真的吗 你们真的不要跟台南乱挑战 直接没吃 哦 台南人 南部人 尤其是台南人 就是你不用去吃 绿豆酸 哈哈哈哈 好 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市面 哈哈 好 不要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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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反正就 自己喜欢吃的就 嗯 对 洛杉丰艺术记就大概是 到这边了 这样 好 进广告 嗯 好 哈哈 你刚才要说什么 哦 对啊 就是有一些完整的作品照 网图上很多 我们IG也有 要po我们还是po 没有啊 就嗯 我会自己筛选啊 那么多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的是 就做个before跟after 我们拍的是已经就是作品 可能有被大自然的一些 已经风霜 风霜了 哈哈哈 呃 大家去查这个洛杉丰艺术记 会查到很多美丽的照片 哈哈哈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不错啦 就是在不同 就是在美术馆以外的地方做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也都是啊 对 那在海边的尝试也是 也是我觉得也是蛮需要 如果他明年就是有第二季 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看看 说明他们有从 就是改变一下形态 对我觉得重点是 我也是给一个respect 因为在那个海边部长 我真的无法想象 真的 真的 我们光是那天去 被风吹成那样子 对啊 我就 差点要发火 偏头痛 对啊 我要回车上 哈哈哈 对啊 部长还得了 你在那个什么 钢雕艺术节 也就是超累的了 就是晒太阳 就是晒太阳 因为我们是冬天去哦 那一年 高雄冬天有够热 我们都穿短 秀 然后里面 顶多加一件场秀 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 太阳底下那边 诶 诶 是那个韩市长把这个取消了吗 诶 好像 对啊 我记得他是两年一次 但是好像 他 就被取消 嗯 嗯 谢谢哦韩市长 谢谢你耶 让我们看不到那么 那么好的一个艺术节 他还取消了那个不是吗 大港开唱啊 哦 好像又有了 现在有了 对现在又回来了 嗯 诶 那个真的是蛮可惜的 因为他国际钢雕艺术节 他是有请国外的艺术家来参展 他不是只有台湾的 然后会因为策展的不一样 他选择的 艺术家也会不一样 像我那次参加的是那个 洪文老师策的展 嗯 他有找我 我的那个老师是张和铭 然后他自己找的 国外艺术家 那就是他的好朋友们 嗯 都是蛮有想法的 对 而且 然后Sharding会开怪手还是卡车 诶 怪手怪手 嗯 对高级啊 酷酷 Sharding开怪手 阿诚读书 哈哈哈哈 没有我也会开货车好不好 我上次开货车回家家人吓坏 哈哈哈 看不出来我会开货车 哈哈哈 不是啊 就是在当下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啊对啊 我觉得部展好玩的 就是可以学到 对对对 啊去展 就是做那些作品 就也可以碰触到 不一样的媒材 他是钢铁 很帅诶 他们夹那个钢铁是 你要请那个师傅开那个车 然后叫他把 用怪手把他夹起来 然后再开开开到你的地方去放着这样 怪手是哪一种 是挖土机的怪手 还是像夹娃娃机的那种怪手 都有都有 因为有些是你可能放一放 就你可以扛上去那个 前面那个堆 那个挖土机的那个容器里面 然后他就再帮你开过去 而且那么大型 然后还要汗 感觉就超累 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扛那个东西 就搬 然后再拿那个汗 就是那个汗接的东西去 这样 把年车 那那些东西最后都到哪 就是展览结束 他们会散落在 在柏尔的各个周围 就是可能草地上公园 哪里 哦还有那个梁刃宏老师他的作品 好他好像参加了几届 然后两三届 他也是做那个这样子 他会对会动的 没有人看到你的手 哈哈哈哈 梁刃宏老师的特色就是 他会做很多会动的艺术品 然后他会像是锋利的东西 像刚刚我本来也想讲说 洛杉丰艺术机 如果有可以请到梁老师 去做作品 嗯 绝对非常适合 因为那边的环境风的力量 一定可以让他的作品 动得非常 转超快 转超快 飞起来 对 哈哈哈哈 吓坏 对 原来看到有个金属东西 在那边框算 梁刃宏老师他 他有做小作品 他我 呃有耶 我觉得算有 不然就是 因为他放在比较高处的地方 所以看起来算是一个中型 诶那种 我不知道也许有吧 那种就会叫商业 大家在路上 就是在户外会看到的 应该都算是蛮 他搭型 但高美馆 诶他现在还有吗 高美馆的那个前面广场 忘了 但是台南图书馆是有的 永康的新总图 里面有他的作品 我刚才是要讲那个啦 那个 是 钢雕艺术机 嗯 还有烤肉啊不是吗 对我们那 那一届有一个艺术家呢 他就是拿着那个 很完整的一块铁块 很厚的 大概有三公分五公分厚的铁片这样 他就做自己焊了一个烤肉架 烤肉台这样 然后我们每次下班 就是艺术家就是我们做完工作 大概五六点 他就说就开始烤肉 在那边煎 煎那个烤肉 这很方便耶 铁板烤肉耶 可是你那时候你要住哪 还是你就搭火车回家 没有我是住在那个附近的饭店 就是有 有 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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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就好 那就好 可是那好像是因为 就是算是朋友 借 就是一起住这样 对对 他只有提供他没有提供给就是 没有提供 没有没有 我是小帮手 但是其实没有 所以是 所以我朋友就是提 一起帮助我 就蛮好玩的 听起来真的很好玩 就是去玩啊 那没关系 我们回到台南来看 最近我们去看了那个台南新艺家 没错 我们有访问那个 魁碧 李魁碧 得主 跟邀请艺术家 陈飞好 嗯 两位他们是在绝对空间展出 但还有另外九间的艺朗 都有参与这个台南新艺奖的活动哦 那对 昨天是我们去看那个 绝对空间的开幕 新艺奖开幕 讲座 对讲座 然后林平老师非常忙碌哦 因为他只要 哪一间艺术家 就是哪一个艺术空间开幕 他都要去开场 对 策展人 对 总共十个耶 十个 他不知道 礼拜六就开始 然后 对 是连续两个礼拜的周末 都有开幕活动 所以 等于非常的忙碌 而且这次有几间艺术空间 是三位艺术家 不是都两位哦 有些是配一位得主 跟两位邀请 就蛮特别的啦 林平老师非常认真 因为他 每一个都有稿子耶 他拿那个稿子 感觉里面很多 他想讲的内容 对 就是一种热情洋溢的感觉 然后也讲得非常仔细 所以 在他的解释之下 其实艺术家就不太需要去做 更多的解释 就是再多一些小小的补充就可以 就是非常厉害 而且我觉得 要测这个新艺术感觉不是 我觉得很难耶 因为他好多 他就是变成是有得主 要 然后你要再帮这些得主 你要去了解他们作品 然后帮他配 嗯 那个邀请的艺术家 嗯 然后 再来就是要想说 那他们要在哪里展 对 啊为什么他们要在那边展 然后两个艺术家 适不适合都一起在那个空间上 我觉得好多好多 就是各式各样的 而且你如果没有团队的话 你哦 真的会死掉 我觉得这个是势必会 七孔流血的 一定会暴哭耶 对啊 林平老师怎么没有哭 他自己一个人吗 他有团队啦 他有团队啦 可能有偷哭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很累耶 就是在 对啊 开幕跟开幕之间那个 可以抓到休息的空档 就几乎都会有人去找他讲话 对 我觉得他如果要吃饭 可能就真的只能在计程车上面吃 好可怕 就在赶场啊 对啊 Respect 真的 还有我注意到 老师他有防校人的习惯 有吗 哈哈哈哈 违戒 哦 原来是这样 可能啦 我只是乱讲 而且夏丁是两指都带 他也是啊 哦 他也是 他在那边看 哎 老师 你违戒 两个都 你有跟他讲哦 没有啦 好吓死 我就偷偷看哦 哎 有哎 有防校人 我只会带一指 是哦 那你那边就会被称虚而入啊 另外一边 好 我再去买 哈哈哈 直接那小母子套满 哈哈哈 掏橡皮筋 所以呢 怎样 哈哈哈 要拿广告吗 哈哈哈 你会做吗 戒指类的 目前不会 戒指不行吧 哎 什么电话啊 又有电话 接电话 接电话 接吗 接电话 好 不要 我不要 哈哈哈 你挂的吗 还是他挂的 好啦 啊 又是那个 罐头 又是语音啊 好无趣哦 对啊 戒指目前 还在想 怎么做吗 呃 技术层面 我还不 就因为精工了吧 我做的话 你要你要十个 防校人 哈哈哈 直接预定起来 先库存 哈哈哈 那我脚也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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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 我讲到哪了 心意讲 对 然后心意讲 这是也是 一样有在 那个 跟 台南艺博搭配 对不对 对以往都有 就是他们会有个 房间 然后看是要展出 得主 还是邀请艺术家的作品 通常 得主也是一定会有的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不知道这个 要不要放进去 但就是 在艺术圈里面 是不是 没什么人是在 户前去看 艺博的啊 因为那个票 感觉是 远远不绝的 有耶 这可以讲吗 我就是 我才说 这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可以 可以吧 就有 有些人是 真的不会去看啊 不是 就算他是 被经济的 艺术家 也不一定 他的意思是说 票 那个票 那个票感觉 主办单位是狂送 我觉得是 你只要有 人 你只要 稍微有认识 对 稍微有认识一点人脉 艺朗的人的话 你就 一定可以拿到票啊 那感觉他们 就是没有在 就是 机会送票 因为艺博 也不是在 靠门票赚钱啊 也是 也是 因为我就是 突然想起来 是因为 昨天 那个 在 在绝对空间的时候 那个 老板 他在拿一本 他拿一本票券 然后在到处问说 大家有没有要 有没有要 然后大家就说 哦 没有 我有了 但是他后来才 在拿出来的 哦 他本来 空间的本来 已经被拿光了 嗯嗯 对 那是后来又补的 对啊 就感觉大家好像 都是有管道 可以拿到票什么 就好像没 就像我的话 原本是 是可以直接进入 就不用票 直接带进去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没有 我只是突然想到 可是像台北的话 就不一样 因为台北的 一波就是 很大奸嘛 嗯 然后那个世贸馆 就是真的是 民众 好像真的都是 付钱进去 对啊 对 那票 还比较贵 对我记得蛮贵的 嗯 三四百四五百 差不多 对 他那个VIP 不是也是狂送吗 是吗 就是大家都有VIP啊 哦 真的哦 没有大家啦 有 有 比如说 你在一郎工作 你就可以拿到很多 奖VIP什么 有 还是有限制 几张啦 对还是有 还是有 对就不像票 好像就是一碟送你 一碟送你 这样 但是VIP可以带人进去 所以呢 就是 也是 对啊 所以他们可能票券的 收入也不高吧 对就不重要 嗯 嗯 好啦 我们到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 毕竟这个时候 新一奖已经 结束了 新一奖 不是啦 那个一博会 对一博一博 我们说不定 我们之后可以先 看能不能争取到 一个一两张 然后我们来送观众之类的 对啊 对啊 先讲 先讲 听起来就很有诚意 哈哈哈 好 那台南新一奖的话 昨天听魁逼他讲的 有更多 就是在节目上 没有说到的 内容 嗯 我觉得是蛮棒的 像是他终于就是 有说到说 终于 哈哈哈 就是 因为我们那天 其实没有聊到 非常深入 嗯 对对对 然后他那天是 在开幕那天 他有讲到一个 比较关键的 像是 因为他的角色 他是一个外来者 女性 对嗯 然后社会阶级 可能比当地人 再高一些 因为他可能有经济收入 比当地人好 嗯 那当地人的 社会阶级比较低 然后又因为 在辐射的关系 或是性别的关系 让他在进行 呃 天野调查 或是在进行他计划的时候 非常的 难沟通 就是他们沟通的第一道 桥梁不是说 我们来以作品 艺术来做介入 他是一个 好像是要 可以 呃 对方希望可以从 你身上 得到 对什么东西 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的 就是我 我听魁逼讲 我觉得他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 也不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不想要有这个 阶级的 嗯 的包袱 但是他 呃 因为他的肤色 比较白 然后又加上他是外国人 然后又女性 然后 在那边是当地人 会自动给他一个相对 比较高种性的 的位置 这样子 嗯 那那 就变成是一个 一个 又有一个gap 在跟当地人沟通的时候 嗯 然后当地人就觉得 要很有钱 你应该要给一点什么 之类的 嗯 还是他就把自己 啊不行 什么 你 哈哈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不敢讲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对 其实蛮 如果是我自己去的话 我应该蛮 他以他的处境 我会觉得 有点恐怖吧 嗯 嗯 因为不知道他想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嗯 就是那个对象 到底要什么 因为他说 诗与寿之间的关系 不是 有一个蛮好玩的是 当地人 就算你进来的 你是艺术介入者 但是 你做的东西 他们不一定要啊 嗯 就是他们可能 像是我们在说 哦 为什么大家要追求艺术 为什么不是先吃饱饭 为什么不是先赚钱 为什么要艺术 要艺术干嘛 所以他们可能会先以一个 呃 生活层面经济做考量 而不是说哦 你这个艺术 到底可以带给我什么东西 嗯 对啊 就是 就是蛮有趣的 而且他这样子 他其实内心的心理状态要 心理状态要很强 但我觉得他应该 在那边算是相对安全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是 资深潜望吧 他感觉是有 有搭配机构的 在做调查 可是你想他搭配机构 都已经这样 那如果资深潜望 那还得 就是更可怕 是啦 对啊 但既然对方是就是当地人有 给他一个相对 类似于高种性 的位阶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太会有什么 就是物理 身体上面的危险吧 嗯 我觉得我猜啦 我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毕竟没有 我们也没有去 对 而且他说到 就在 呃 那个林平老师有说到 也许在当地 要怎么生活 反而是更困难的事情 而不是怎么创作 嗯嗯嗯 嗯 要先解决 比如说有没有电的问题 对啊 水电 突然停电 怎么办 然后林平老师有说到一句话 因为当时候 开幕的时候 有一个观众去提问 说一个 嗯 形式上的问题 对 那他林平老师的回答是 有一句很好玩的 观念艺术是反 是网膜的知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蛮 蛮有趣的 这有趣 然后也 蛮 准的吧 对啊 因为他就真的不是要讨好你的视觉 嗯 而存在的嘛 嗯嗯嗯 那个时候 那个林平老师也讲到一个很重要是说 但是 不代表美感就不存在观念艺术里面 嗯 就是 艺术家的种种考量 他其实也是从 以一个美感 就是说 这些选择都是艺术家 他作为一个艺术上主的本质的一个任务 嗯 就是他还是从美感出发的 只是他不是 在讨好你视网膜的美感 嗯 对 对 我真的不懂我们节目这么有质感 然后呢 音质这么好 然后还有 还有网友会闲 哎呀 我们就是虚心受教啊 哎呀 还有那个档案如何轻盈 这件事情 轻盈你是说 lightweight的那个轻盈 对 轻盈 对 轻盈 嗯嗯 因为档案很多时候会觉得很有压力 尤其是当他就只是单纯的展示出来的时候 没有加一些手法去去展现他想讲东西的时候 单纯是文字跟照片 嗯 那时候会特别沉重 对 而且他选择什么框 也很重要 嗯 所以有些可能 或是他排放的方式 也会影响 就是这就是美学层面的东西嘛 因为你要怎么让你的视网膜 在一个可能比较没有追求美感 但是他不是说 完全舍弃美感的情况下 去让你可以接收这些资讯 嗯 对 就是我觉得档案有趣的地方 然后其实我 我必须在这边 就是 算是小小的告白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魁碧的作品 然后从他国中的时候 我就蛮喜欢他做 为什么你国中就知道他这个人 其实他 是我哥的国中同学 嗯 哇 那怎么没有讲 有啊 那时候没有讲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太大重点 我想要就切入到他的艺术上面 对 那 他那时候 因为美术班都是画一些 老乡哎 什么 什么东西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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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到你不到你 好 就是美术班通常都是 我觉得 很多是神学主义 所以他们画的东西我觉得有些偏无聊 但是他们班就是我哥他们那一班的就有几个我是蛮喜欢他就是其中一个 然后也是跟他们班其他人的作品有一个蛮大的差异性 呃对 然后后来我是因为这一次才知道说哦他有转网一个变党案形式的呃展览方式然后也有在像我说的国美馆看过他的作品 他的差距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档案创作者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创作者 因为你要去爬书很多很多的资讯 对 然后你要去深入的调查 不管是做以网络资料或档案形式去找这些资讯也好 或是你直接到那个现场去那都是一个非常 天调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过程就是不管是知识的接收真理 或是你的精神上都是一个非常算是长期抗战 嗯然后光是我写一个论文要我看完一本书我就已经觉得有够烦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状态不太容易是因为我现在顿文是以一个我要毕业为主 嗯他不是一个我有兴趣要做的事情 然后当这些档案呃创作者他们在做这些事情 他们是慢慢从一个点然后慢慢扩展好几个分支 然后再慢慢理出一条他的主要感到 就是他不是说我好像今天做完这主题就没有了 他是会总从这个主题面再拉出新的东西 继续延伸下去 像肥豪的也是他是一直在投注台湾日本那个那个区块 当然他也不是只有台湾日本 因为还有他有那个创造安娜的那个艺品 就是在书写那个文章 就是大家不是只有研究一个地方 像郑凯也是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主要的核心问题 但是透过很多个艺术现象或是呃就是一些社会现象也好 嗯然后来用艺术方式介入 而且我觉得以这种档案的形式在展出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他跟 比如说像一般传统的学者 嗯有一个很大差别是他们机动性很高 他们可以随时跳跃在各个议题之间 就是没有什么太沉重的包袱 像如果是一般传统的学术上的话 你可能要讲一个议题 你必须要做比如说呃当然也是要做研究 做深入的调查填调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可能要发表一篇论文 嗯之类的你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 你才可以发表一个东西 但那个东西呈现他就是一本论文嘛 可能大众也不太会去看 但是在艺术家角色他就是把它呈现出来在展场 然后透过艺术家手法去像是魁碧他用一块那个 沙吗 那嗯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会透光的布 对反正就是运用了具有美感的呃表现手法 会让大家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真的就只是文字上面的 比如说历史书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很无聊的东西 嗯我觉得是这种这种事情其实不是 就是学美术的人都学得来的 这这很难耶 就他们这种手法跟这种热忱 那也不是说只有艺术相关领域的人才做得出来 因为其实有其他领域的也许他们专长是可能科技艺术 对对对 科技方面的那他们怎么样转换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美感问题 而是他们以他们领域的美感的做事情的时候 也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推荐的新艺奖的艺术家 有一位是蔡忠祐 他是也是我朋友 他的作品我真的觉得很棒 就是他就画一些 大家会觉得说他这是艺术吗的 他是画一些因为他在他我记得他在新颖教书 那他会返还的城市是台南还有嘉义这两地 他会在这个之间穿梭 有时候是骑机车有时候是搭火车 那在这图中他会看到一些场景是他很想画下来的 也许只是过路过或是他生活经验 比如说有闪电 那是他可能在骑车的时候 骑在那个乡间道路 或者是骑去嘉义的路上 他发现说下大雨 他就会开始比说 到底是雨先下还是我先到这样 然后那个雷就会开始打 还是闪电 然后打到他前面的地板上或哪里 他就会很明显看到 甚至有些小火花从地面这样窜上来 对就是很细微的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艺术都是在关注大现象 或是一个好像我必须跟社会有连结 但是这不就是蔡宗耀的作品 不就是真的是跟生命经验有连结的事情吗 对对对 而且他画的方式也不是说要写诗啊 或是怎么样 就是他觉得这样好了就到此为止 然后也不是只有有画 他有画水墨 他学生的作品也是很有趣 但是他都会发在他个人的脸书上面 就跟他的风格也蛮像 对有截取到那个精髓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大家可以去查 然后还有一位是 刚刚说到的蔡宗佑 他是在甘勒阿舍 另外一位李真琳艺术家 他是我们去年有访谈 帮他做那个开幕的主持 对然后他是在索卡艺术有展出 他是邀请的艺术家 嗯 被邀请的 他的作品之后 哇哇哇哇 对对对 发法 发法 对发法 对 目前是以青蛙做一个主角 那个壁尺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手法非常细腻 因为他是一个织物 织品的结构 去做的美学呈现嘛 呃就是不要再问说 为什么要做织品 这件事情 对我们就以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就是他的内容来谈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很想要跳脱说 一直被问同样 同样的问题 对对 因为织品他只是一个媒介 我们都说 现在我们观念是什么 会大于你用什么媒材 虽然媒材他本身就有一个观念性在 但是他不是一个我们主要 呃去探究的一个首要条件 因为说他可以不必是 对 就是他每一个概念都有一个适合他的一个媒材 但是那个媒材也会因为是谁去使用他而变得不一样 所以不是说 哦我觉得 呃A这个题材 他适合用水墨 那我所有人都要用水墨 也不是这样 就是你适合用什么 那你擅长用什么去表现他 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什么 你们有推荐的吗 台南新艺讲 大新美术馆 大新美术馆 要讲吗 可以啊 没有就就简单讲一下就好 对啊 得主的作品蛮有趣的嘛 对 原之笔 他叫做谢荣卫 谢荣卫 嗯 一样是1991年 真的 嗯哼 跟魁碧是一样 哦 对 嗯嗯 就跟我们也没差多少 所以然后 反正他作品就真的是很棒 大家可以去那个大新美术馆 反正现在也是一样是新艺展的展出期间 所以大家到大新就可以看到 他的作品就像阿诚讲的 就是很纯粹 嗯 他就是用原子笔 啊 没话说啊 你就是自己去看 哈哈 他作品就是用原子笔来画 来 就是有点像Sharding他们那种手法 我觉得 就是一笔一笔慢慢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劳动性 在作品里面的呈现 我突然发现 我好像很喜欢 这种劳动的东西 对 因为那个 荣卫 他的作品跟你一样 就是 你们画完之后 他一样会 你是那个擦掉 嗯 他是洗掉 哦哦哦 然后呢 再重新再继续画 然后再洗掉 就像你再擦掉 那种重复性 嗯 很厉害 然后就会显得 你的作品就是 会有一定的深层度 嗯嗯嗯 对 我觉得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在 在 劳动的部分 我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很着迷 可能是因为我做不到吧 哈哈哈哈 就是我看你的作品 我也会觉得说 哇靠 怎么会 就是我 我办不到 所以我就 不知道为什么会很着迷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喜欢 想象作者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 达到一个 有点类似 冥想 或者是 但我知道 你知道你是在看八点蛋 对 我就在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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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 天之交 交女演完了 我知道啊 可是我没有看他那个 哦 我只有看前面 好像是结婚 还什么之类 真的假的 我是没看 因为我觉得 三立的那个太扯了 不然现在你在看 我都看民事的 现在是什么 黄金 岁月 哈哈哈哈 我觉得 这个这个怎么打坏对那个 作品想象吗 创作的想象 就我会想象作者在 画这些线条的时候 他就是呈现一个 几乎要冥想的那个状态 然后出神 然后 很专心 好 就跟 就跟比如说我在 我在绘图 或者是在创作的时候 现在 然后我就在看 爱尔登法环的直播 游戏直播 类似这种感觉 然后阿诚在剪片的时候 竟然在看甄嬛传 哦 就是因为我剪片的时候 会有一些空档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 套一个什么效果 上去 然后可能电脑跑五分钟 然后我就在五分钟去看甄嬛传 什么之类的 就是看到我不用动脑 我已经看到烂掉 对啊对啊 就是不用动脑 对对对 把电脑也不用动脑 就我们只知道一个声音 对对对对 我们讲完啦 就是 呃 劳动 对 另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我觉得 因为因为那个 魏荣 魏荣他是 就是荣卫 哦 荣卫 荣卫他的那个作品是用原子笔嘛 对 那他他 就是相对其他媒体来说 他是一个 比较 廉价 或者是比较 可负担 affordable的一种 美财 哦哦哦哦 他不是像说 好像要 好像什么 很贵的 颜料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 教材的颜料 超贵的 什么之类的那种 就是一个 拓手可得的原子笔 所以他变成说 那个美财 他不 没有什么 呃 就是很少干扰 我可以 纯粹的 知道这个 作品的价值 就在他劳动性上面 对 对对对 所以我就买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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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浅的声音 耶耶耶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因为 那个 荣卫 他的 他在台北 所以schedule上的关系 我们目前 有点难 访到他 我也还没有 正式提出邀请 他也不知道 我有买他的作品 反正就是呢 那个 大兴 我在大兴的时候 有说 可以帮我们 就是约访 但是因为 下礼拜就访谈 然后他只有 那个时候在 呃下礼拜就开幕 所以那时候 他才会在台南 对然后刚好 我们这阵子也 很忙 很忙 嘿 所以 所以就到时候 有机会再说 对啦 只好可以期待一下 希望他真的是可以来 从家阿淳哥 谢谢啦 对啊 你知道那一天 如果真的访的话 你就会变成长家 跟艺术家的对谈 对啊对啊 他们就是 大兴的人 就是希望有这种 我买一下 叫他多开心欸 然后 我们那个朋友 盈盈他一直在 他旁边在 也是在 画鞋 他在推我欸 画鞋 然后他就说 欸你们卖 我真的在旁边看很开心 哈哈哈哈 他是打从心里 就是为我们开心 买到这个 这么好的作品 打从心里 为我们觉得 很值得 那种开心 为什么买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头 它是 这个系列的一个 哦对对对 这很重要 这在 创作中真的很重要 这是我第一次买作品 我们之后再来跟大家讲 戏讲的就是 买作品心得好了 那也没什么心得可以讲 就在那边说 就在那边说好 这样子 哈哈哈哈 你会挂在哪 还在想 我目前是 觉得蛮适合沙发 哦 后面 哦 你有想要收藏作品吗 不会 为什么 这样空间 我觉得我也不会是想要就是像 就是一般 因为我的话其实我蛮喜欢 蛮想要收 就是有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会蛮想要收藏作 马的我自己的作品已经堆到没地方放 我要买别人的回来堆 先把自己的先 买回来一张要卖出去一张 交换啊 哦 哦 哦 可是一百号那种要怎么交换 那就是你的问题 后来我给他一张一百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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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呃 如果要收藏 可能要真的很喜欢吧 嗯嗯嗯嗯 或者是我觉得小品也 也蛮OK的啦 嗯嗯 就真的他就不占空间的 然后你摆在 摆在桌上 或是你过来想想看会很爽那种 我觉得我的收藏可能变成是 譬如说 我也蛮喜欢荣蔚的作品 嗯 那我要他来上节目 哦对啊 我也觉得这是一种 哦而且 比如说你喜欢那个 魁碧的话 但他作品也很难 收藏 对啊对啊 魁碧要出NFT不是吗 对他要出NFT 哦哦 哎我想买耶 要一块钱 你怕不怕卖一块钱 哦哦 哇哦 嗯 我觉得很值得买一下耶 嗯嗯 我愿意为了魁碧去学习NFT 哈哈哈哈 我想到我的第一个收藏都还没有来 我等了多久了 跟爱马仕一样难等 哈哈哈哈 你等 哈哈 破一点 哈哈 你等快一年了吧 啊你要去跟作者说啊 不好意思 已经提醒过了 哈哈哈哈 哦那还有其他间的啦 就大家可以去拿这个 嗯 文宣 地图 对地图 然后他又给你一些地图 哈哈哈哈 对他又把那个点 就艺朗的位置都点出来 对对对 时间嘛 对这个就是在台南 算是 呃 每年三两三月 每年三两三月三四 二三四月 对对对 这个期间蛮大的一个 艺文的活动 你收好多动作 哈哈哈 心意讲的话 你刚也是 通常都是三月的啊 然后 艺博也 通常在三月啊 哈哈哈 对啦 但是台南艺博啊 因为还有 像是高雄啊 台北啊 新竹啊 是哪里 都有艺博 啊台南艺博 也要说精英的房间 真的 不错 啊我还是觉得有点小 可是我 我觉得是小是没错啦 但是 整体看起来 不错 那因为他走到 他其实动线蛮怪的 哦哦 要本来就不是一个展出的空间啦 必须得说 对 不是一个展场空间 但是 我觉得就是还OK啦 反正就饭店的 就大家有去过饭店式的一波 安全牌 就是那样 对 就是可以想像自己住在 金银里面走来走去 哈哈哈 啊那个 可是还是有 空气不流通的问题 对很热 对 很热 诶你礼拜天看应该 超多人 超多人啊 然后他不是外面都写 这个什么人数多少吗 嗯那都骗人 对那都骗人的啊 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 就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是一定要 就是 平日去啊 哦 VIP吗 VIP浴展 一定要的啊 你瞧一下好不好 好瞧吧 那一定很好 那可以瞧啊 原本我们礼拜五就可以去看的啊 我才不要人挤人 哈哈哈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很像 毛笔的灯吗 蛤 毛笔的 他会垂一个 东西下来 然后是笼子 对对对 啊 我每一个房间都有啊 我有注意到 那是什么 就是 那他就是那个床头灯的概念 哦 那是床头灯哦 是吧 就是类似那个意思吧 他好大 好 对就是 他是毛笔吗 我觉得就比较像那个 东南亚风情的那种 可是他不是 珠子 对他是黑色 对他是黑色 对 我有注意到 我还在注意他们大厅的那个机器人 有还在吗 还在啊 我没有看到 我帮的机器人到底现在冲他小啊 因为真的太多人了 他本来可以干嘛 送餐 哦 他可以这样子 叹 哈哈哈 送餐 哈哈哈 哦 之前在哪里有聊到这个啊 那个我们在办实体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院 哦 对对对对对 他是里面的柜台 是的 对 而且 这次艺博蛮特别的是有NFT耶 有没有看到吗 啊 我没有 什么意思啊 怎么弄 有一间艺朗在卖 他说那个作者他有出NFT 然后说可以卖 我没有耶 我忘记了 因为好多 我都没有在看那个是谁 对我也没有在看是谁 我会看 我是觉得不错 然后再出去看然后记一下这样 对啊 所以他是有 很丑的话 我就在看完很丑 然后记一下是哪一件 哈哈哈 他是有实体展出的作品 然后说你可以买 但是他是NFT这样子 还是怎么样 他 他就是有萤幕给你看 他用萤幕 OK 萤幕的话那我记得那个 嘉莉有一个萤幕 可是嘉莉有在卖NFT吗 不是嘉莉 不是他投影在上面 哦是哦 哦是哦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投影在上面 可是我觉得嘉莉 应该不会卖NFT 嗯 我可以帮他打电话 喂一下 哈哈哈 感觉不是他们的路数哦 好啦 反正就大家有兴趣的话 既然异博已经没了 没关系 可以去看看10个 10个艺术空间的 这个心意讲的作品 没错 好 最近就到这边 差不多了 好 好 喜欢我们的听众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跟KK报上 搜寻最新的阿特茶水 今天Apple用户在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 五星评价 我在讲一遍哦 哈哈哈 也可以到IG 及FB搜寻 阿特茶水 今天帮我们 按赞追踪 加分享 喜欢我们的联系 下方自讯 中有我们的email 欢迎来信 好 今天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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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